特區政府強烈譴責昨晚衝擊立法會的示威者 說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會對相關人追究刑事責任 將涉案人士承之於法 民政長官梁振英形容示威者變本加厲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說 事件是徹頭徹尾的暴力 已經要求立法會加強保安 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說 不會撤回或押後新界東北的撥款申請 兩週期報導 示威人士不滿新界東北發展 在財委會表決局本申請之前衝擊立法會 造成多處損壞 多人受傷 當明特區政府官員都譴責示威者的行為 昨晚發生的事件 是過去一連串違法事件的變本加厲的一件事 明眼的人都看得到 昨天可能採取最多暴力的示威人士 說他不是受影響的村民 是慣常就著社會的事件 都是會採取一些激進行為的人士 昨天示威者採取的行動 是徹頭徹尾嚴重的暴力行為 他們是使用一些燭光 用其他的硬物去衝擊立法會的大樓 也都對立法會的建築物 是造成了一些破壞 我在這裏是要對這種行為 表示強烈的顯責 林鄭月娥說已經和行政長官和保安局局長 開會討論事件 也和立法會主席曾玉成 和秘書長陳維安見面 希望立法會盡快召開行政管理委員會 認真檢討如何加強保安 他重新 政府向新界東北村民提供的賠償方案已經很好 因為我都做過發展局局長 是我見過已經是最合理 也是最優惠的方案 在今天的施政 如果有一個政策可以做到面面俱緣 所有人士都滿意 我覺得這個是不切實際的 負責計劃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說 新界東北發展研究了五年 做了三輪公眾諮詢 誤會撤回撥款申請 這個撥款申請我們是不會撤回的 這個撥款申請和排序 是政府整體的一個決定 我們的決定就是 這個撥款申請是不會押後的 對於財委會主席吳亮星 被指未能夠妥善主持會議 陳茂波說不會評論議會的運作 他重心新界東北是本港中期土地 和房屋供應的重要來源 會繼續和居民溝通 如期落實計劃 NOW TV 記者 兩卓其報導 Ciao Ciao 原來東北 紀錄